职业打假人王海一出手 各路商家带货主播就瑟瑟发抖啊 曾经呢打假星巴甲眼窝的王海 这一次呢把手再一次伸向了在抖音 拥有过亿粉丝的疯狂小羊哥 为什么说是再一次呢 9月19号王海呢曾经就发文称 疯狂小羊哥直播间卖的洗发水的赠品 是没有强制3C认证的三无电吹风 那买了的消费者呢 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起步驾驶500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就是11月13号 王海发布视频表示 小羊哥直播间售卖的金正破壁机和绞肉机 均都是虚标功率 其中呢破壁机标注的功率为300瓦 实际上只有105瓦 而绞肉机标注的功率呢是300瓦 实际的功率呢只有120瓦 那三无电吹风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风波 如今打假破壁机倒是有了反响 那有了反响之后呢 王海还转发了一条某大V测评小羊哥 储满喷雾的视频 视频呢质疑小羊哥带货的云南本草 储满喷雾呢是智商税 根本就没什么用 那王海转发之欲还配文 想维权呢可以联系其助理来进行报备 不过呢这个视频呢目前已经是删除了 对于王海的打假疯狂小羊哥目前呢暂时还没有回应 但是呢金正小家电旗舰店目前已经是将这款产品是下架了 看来啊刚刚花了一个亿买了楼的小羊哥最近有点忙啊 电气功率究竟是否是虚标 疯狂小羊哥又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 这还是要等到这个相关的部门进入调查之后才更加的清楚 我们呢就先观战一会儿让子弹先飞一飞 那只不过呢被王海盯上的疯狂小羊哥 想要寄身顶流带货主播的脚步啊恐怕就得放缓了 其实呢当单平台的粉丝破译之后 小羊哥就已经是成为聚光灯的宠儿了 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啊 他就是直播带货主播的第五天王 把价格打下来的口头禅以及反向带货 翻车带货等搞笑的带货方式呢 也使得疯狂小羊哥的直播间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带货直播间之一 那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 疯狂小羊哥每场直播带货的GME 大概呢是在2500万到5000万者之间 但是呢在这条路上疯狂小羊哥的团队啊 或许呢更加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也需要呢在选品上更加的谨慎更加的慎重 毕竟呢消费者第一次可以是为喜欢的人来买单 也可以呢是为有特色的直播方式来买单 但是最终能够长红的一定是提供良好的 有质量保障的性价比较高的商品和服务